旅游季迈入高峰 不管口袋还有多少钱 可能梦坏了 现在我们focus了 国际旅游 还有一些地方 自己的内需旅游潮 全面大爆发 而中国大陆确实 将近14亿人口的社会 这个里面 旅游人来人往 造成了景区乱象频传 在云南的梅丽雪山 有游客发现 沿路进到景区的国道 竟然都被围墙高高挡住了 也就是说过路景色不给你看 另外列为最高级5A级景区的 四川乐山大佛 传出以人民币17亿 竞拍成交 舆论批评 连佛祖也敢卖 事后管理单位说 这是假消息 的确有买卖 但是卖的是周边景区的 观光车和摊位 30年经营权 在乐山大佛的景区 2021年景区是成立了 四川省的第一个石窟研究院 重点对于像乐山大佛 这种一风化的实质文物的保护 去进行研究 全高71公尺的乐山大佛 是大陆最大的一尊磨崖 科石造像 官方将它列为最高等级的 5A景区 这么重要的文物古迹 却传出 经营权被卖出 网传的这张近拍图片显示 乐山大佛整体转让景区 观光游览车和摊点 30年经营权 竞价超17亿元 近拍图片上表示 人民币17亿相当于台币72亿左右 乐山大佛被卖了 网路上掀起舆论 纷纷写下 大陆经济不景气 楼市大跌 既然把佛祖卖了 甚至有人估算这样的高价 买下大佛得保证每天要接待 4000到6000名游客 才能回本 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 首先澄清 佛祖没被卖掉 出让的只是观光车和摊点的经营权 乐山大佛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保护条例中 明文禁止 擅自或变相出让 景区管委会表示 的确有买卖 但并非核心景区 而且交易早在2021年完成 这里是乐山市的大佛文化广场 这个文化广场距离 乐山大佛的核心景区 还有五点几公里 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 两家公司组成的联合体 所取得的经营权 经营的一些商户 就在我的身后 大概租金是多少人 两万一千四 主要是把那个经营权 就是那个百度车的经营权 还有我们那个小摊位的经营权 就是他说的把大佛卖了 怎么可能 摊商博去佛祖被卖的假消息 因为卖的是景区摊位 和接驳观光车的三十年经营权 而这些都不属于核心景区范围内 我们的这个游览服务车 直到山门口 然后游客下车以后 通过山门口 然后检票入园 虽然说卖的不是主要的乐山大佛 但大陆景区管理复杂 收费更屡遭抨击 今日就有旅游部落客 到云南的梅里雪山 发现沿路进到景区的国道旁 被修筑围墙 过路景色不给看 要买票吗 20块钱应该转过来买一下 要不去买票啊 要向远眺美景 只能到设置的观景台 而且要收费 景区管理单位表示 当地属于边疆地区 村民经济条件不好 修筑围墙 关紧付费 会把收益反馈给村民 但不止一个地方如此 黄河湖口瀑布 沿途公路也被高墙围挡 看见没有 都围着拦着 前面是墙 不让看到湖口那儿就看不上了 自然风光 变成管理单位的摇钱树 还有过路驾驶 要从云南京省道到四川 由于途中会经过 鲁沽湖景区 也被要求要付人民币 70元门票 我不去景区 我去永宁镇 永宁镇也在景区里面 它属于景区啊 也是要买景区门票 那我走这个省道 也要景区门票吗 走省道是不要买 但是永宁镇 是属于景区里面 过路也要收费 景区经营乱象重回 疫情前 在大陆官方要求下 许多景区才推出免门票 现在旅游复苏 收费明目手法一堆 品质大打折扣 让大陆境内景区旅游形象受损 TVBS新闻综合报道